亲爱的朋友你知道吗 肠胃不好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运气 尤其会影响到我们的财运 这是为什么呢 肠胃尤其是我们的胃 在五行中是属土的 就是中央脾胃土 那就是土酷的意思 那么因为酷肠代表这个胃里面 会有很多的财富 有很多的食物 那么土酷就是财酷 所以呢你的财运想要好 尤其财酷想要好 第一个一定要先把我们的胃给照顾好 那第二个呢 就是在七个脉轮的学说里面呢 讲我们的太阳神经丛 它所在的位置呢 刚好就是胃的位置 那太阳神经丛呢 在印度话里面叫做 就是朱宝的意思 所以呢 顾名思义在七个脉轮当中呢 最直接最直接讲到财运的 就是太阳神经丛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肠胃照顾好 那我个人的经验是 我曾经在30年前 就是25年前到30年前的那五年呢 肠胃非常的不好 也经常在住院 也经常在看医生 所以我很清楚的知道那一段时间是我人生财运很不好的时段 所以分享给大家 那要怎样财运可以变好呢 当然要照顾胃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胃 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应该要开心 要喜乐 要在当下去享受食物 给你的感动 给你的滋养 还有感恩这个做食物给我们吃的人 种植物给我们吃的人 第二个呢 就是不要吃太多 那怎么样吃太多 有些人在同一个时间里面 蛋白质摄取量太多 比方说又吃鱼又吃肉 这个呢 就是有过多的蛋白质 那你知道每一个蛋白质 我们的胃都要有一种对应的酵素去消化它 所以如果你同时吃了太多蛋白质的话 你的胃呢 它是消化不良的 所以这也就是胃发炎 胃溃疡 胃食道逆流 有很多的原因之一 那第二个呢 就是吃太多 有些人呢 一边吃饭还要喝饮料 还要吃水果 吃完饭呢 还要吃一大块蛋糕 或者吃什么什么点心 那其实呢 如果你的肠胃里面呢 就只有干性的食物的话 那么它还有搅动的空间 可是你去想 如果你把一些水分再放到这个胃里面的时候 它就是从原来一团一团的十米固体呢 变成浆糊状的 对不对 那变成浆糊状的 它就比较不容易搅动 那当然我们的胃很强 它可以花八小时 十二小时来消化这些食物 但其实耗费的都是我们的能量 吃一点点东西的时候呢 可以给我们身体很大的滋养 给我们很大的power 但是吃过多的东西的时候呢 反而就是消耗我们的精力 让我们身上有很多的能量 要用在消化的这一件事情上去 这有一点得不偿失 那第三个呢 就是有一句话说 胃不合则卧不安 意思呢 就是睡觉前不要吃太多东西 不要吃很多的宵夜 还有吃很多的蛋白质 因为睡觉前 你所吃的东西呢 在你睡觉的时候 肠胃都要进行很大的功夫 去把它消化掉 它等于要做大功 那你想想看 我们人体五脏六腑 就像是小型工厂 你都已经在睡觉了 它还在那边 请问你会睡得好吗 你一定不会睡好 所以要记得 要把肠胃照顾好 第一个 不要消化不良 吃饭的时候不要骂小孩 不要生气 专心吃饭 让你的唾液完全的分泌 第二个 不要同时摄取太多 比如蛋白质 或者又汤汤水水的 那第三个 就是睡觉前 最好四个小时 不要吃任何东西 如果你的肠胃照顾好了 你也就会运气很好 而且更有钱哦 这些 这些 我 没有 然后 非常的